西雅图的生活 因为天气,一般心情不会太好 因为开车出门的话,要费神多了 怕车在雨中出事 西雅图雨天的车祸出事比晴天多了不少 很多西雅图的老人不喜欢西雅图的冬天 我也是这样 但是西雅图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因为雨多空气好,山火威胁小 到加州的话,天气好 但是夏秋之际常常有很多山火 所以,要找一个完全理想的地方居住实在难啊 不过,比尔盖茨都住在西雅图 我还想啥呢 好在很快就春暖花开了 可以有八个月的无双期 要好好珍惜的 今天本来要出门办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去银行 第二件是去药店 第三件是去一家社区中心打乒乓球 办这三件事情 开车都很近 而且顺路 虽然说我已经退休了 儿女又不在身边 但是我一刻也没有闲着写文章 做视频 打乒乓球 其乐无穷 因为打乒乓球是下午五点才开始 所以 办三件事情只能在去打球的时候一起办 我下午四点十五分 才开车出门 到了银行不到四点三十分 我停车之后 下着小雨 我顶着风寒 走到银行门口 打开玻璃门 才知道玻璃门是关闭的 原来现在银行上班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营业 没有办法 疫情以来 西雅图的商家营业时间大幅度缩水 几个月前 这家银行是六点关门 不知什么时候改变了 西雅图原来的几家食杂店都是开二十四小时的 现在晚上九点就关闭了 到了药店之后回头 才四点四十五分 来到这家社区中心前 也是在想打开玻璃门才发现门关闭着 现在西雅图几乎所有的店家都有两层的玻璃门 第一层是进门之后的小厅 第二层才是营业的地方 银行是这样 诊所是这样 社区单位也是这样 这种两层门的细节也许很少人会去注意 所以如果你如果不打开第一层门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门是关闭的 怎么回事 今天是周一 社区中心是全天开放的 上周我也是这个时候来的 怎么会关门 玻璃门前贴了很多的小布告 有几十张吧 我看了一会儿才知道现在每周开放的时间 只有两天 是周一和周三两天 而且时间很短 就下午三点到七点营业 但是现在是四点四十五分 怎么没有营业呢 我站在外面 心想一定是五点才开门吧 五点之前里面没有活动 所以不让人进去 在西雅图 社区中心和社区图书馆都是在一起的 有的是一个建筑物 有的是两个建筑物 附近几十米就是和这家中心配套的社区图书馆 既然中心还没有开门 就到社区图书馆逛逛 人很少 中文书却不少 其中的一本是短篇小说精选 都是两千字以内的 翻了一下觉得不错 这种小说看起来不难写 就是自己不喜欢写小说 但是文有都在鼓励写小说 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呢 我现在七十二岁了 能写一些随笔就不错了 不过书界来看看也不错 可是我的图书馆卡片早就丢失了 要再办一张的话 打球就来不及了 看墙上的挂钟已经五点了 没有时间了 以后再来吧 回到社区中心 拉开第一层玻璃门进去了 再拉开第二层玻璃门也进去了 进门之后有提供纸口罩 我每次都会拿一张来戴 刚才图书馆馆也是有提供纸口罩 社区图书馆和社区中心是政府单位 什么人都可以进去 而且提供免费口罩 记得几个月前 在社区中心外面 忽然出现了无家可归的帐篷 我没有看到中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走 还让他们到里面洗手间方便 他们都是带着一个大大的挂包的 有的无家可归的人不知 他们住在哪里 但是都会背着一个大大的挂包 走进社区的图书馆和中心上洗手间 今天在社区图书馆和中心都没有看到帐篷和背跨包的人 我想西雅图的社会治安会不会好一些呢 在中心打球 只有两小时 七点就结束 六点五十时就要停下 但是我们常常打到七点 工作人员也没有责怪我们 我本来六点五十就要停拍 但是对手是个白人移民 一定要把最后一场打完 最后打完的时候 已经七点零五分了 四张桌子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张未收 我有点不好意思 耽误他们下班了 以后不能这样的 好了 今天西雅图的生活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